Hello 大家好 我是屍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早新聞報導 今天是4月2日星期日 各位觀眾 睡飽睡覺才再慢慢聽新聞 現在氣溫是22度 外面是多雲間不中天音 清明節及復活節的長假期快到了 天文台預料一股清靜的偏東氣流 將在未來1、2日影響華南沿岸 並在下星期中期被溫暖潮濕的偏南氣流取代 到時早晚會有薄霧 在下星期3、5日清明節當日會有一兩陣驟雨 到星期5、7日起 一連4日復活節長假會較為清涼 介乎19至25度 除了星期五初時有幾陣雨之外 其他日子部分時間都有陽光 相當適合外出遊玩 我都見到有很多假期連在一起 不知道各位觀眾 有沒有例如中間又請多日假 前前後後再請多日假 連多幾天大假之後呢 其實可以去一個五六日的旅遊團 甚至乎是或者自駕遊 或者自由行什麼都好 相信在這段長假中 總會有很多觀眾 到處出入入出出出走走的 大家到期時去旅行 又或者留在香港玩的時候 玩得開心點 跟大家看看新聞 有車禍 在今天凌晨1時 在元朗大堂路近住 崇正公立學校對開 發生了交通意外 一輛紅頂的小巴 一輛新界的的士 和一輛私家車相撞 私家車司機被困 意外合共造成15個人受傷 又救護車送院治理 根據現場消息 一輛新界的的士沿著大堂路右轉 到崇正新村期間 被對面線迎來的私家車撞尾 私家車撞尾後 再撞向一輛紅頂的小巴 意外後 私家車撞在路中 司機困在車內 小巴上的司機和當名乘客 受傷但清醒 被撞車尾的新界的士 沒有人受傷 警方正在調查意外原因 不排除有人高速駕駛惹禍 下一則新聞 一個前警長收過親戚50萬 幫親戚 牽涉財務糾紛的一個商人朋友 查追債人的資料 已經被廉政公署拘捕 警長早前被裁定了 收受利益罪成 案件在昨天在公益法院判刑 站委法官說 被告原本是警隊精英 但不能忽視他在案中 知法犯法 打擊了市民對警隊的信心 所以判被告入獄18個月 另外 也需要執行復環令 要被告把收了的50萬交給法庭 總之說收你50萬以後 用自己警隊的身份替你調查前債糾紛 究竟那個人是甚麼資料交給你 由於濫用職權收了50萬 所以就被人踢爆了 最後就落得如私下場 原本退休就有肥雞餐吃 現在就不用考慮了 這些都是自己拿來的 下一單新聞 在寒冷天氣之下 偶爾也會有貓咪 走入汽車的引擎內取暖 前天3月30日 有大埔街坊發現 有一隻貓被困在私家車的車頭引擎 整晚哀鳴不斷 大埔區議員何偉林接獲街坊求助後 趕到現場幫忙 可惜當刻未能找到車主 街坊切夜不眠守著車旁 擔心貓B的安全 隨著叫聲越來越弱 危急之際 終於找到車主 打開車頭蓋後 發現貓貓藏在車頭深處 最後 亦救出貓貓 雖然負責救人 雖然手被戒損 最後 貓身上 一身機油和貓室 沖了涼後 變回可愛的小黑貓 這隻貓貓 暫時寄託在某人身上 但也進行呼籲 如果有興趣領養的人 可以留意Facebook群組 叫做大埔人大埔貓 這些流浪貓的希望有好心人 就可以將他接走 下一則新聞 中環南貴坊酒吧 發生了打鬥事件 在昨天凌晨3時 在中環德紀立街55號 一間酒吧 有酒客發生爭執 十多名酒客高聲叫囂 繼而拿起雜物和酒瓶 飛樽動武打鬥 更加有男子激動脫去上衣後 向對方挑釁 結果跌在地上捱打 酒吧頓時變成戰場 酒客和職員 慌忙躲避 場面一度失控 警方到場控制場面 事後有三名商者需要送院治理 現場可以見到 有兩幫人各自超過十名酒客 互相指罵 然後有人調酒瓶 調雜物 亦有人手持酒瓶 防衛 總之每個人都在躲避 據了解 爭執期間有人搭躲 自稱是黑社會成員 影片當中有職員曾經開咪 呼籲酒客就說 冷靜冷靜 小事小事 另外亦都因爲有酒 就散在地上 所以導致地面異常濕滑 有酒客 因而是不小心滑倒 被多人踩到 受傷 其實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在場所 你到處丟的酒瓶 啤酒瓶 那些很厚 然後普通玻璃酒瓶 你這樣飛來飛去 其實都頗危險 然後還要拳打腳踢地打架 總之亂七八糟 好了 下一則新聞 網上流傳了一段影片 就說 一個警員在麥錶執法發出告票 引起網民熱議 片中 一輛Tesla的私家車停泊在路邊的麥錶 麥錶已經顯示了月時 當警員上前執法期間 懷疑是司機的男子指責 執法人員當時還未落地 他打算入標時避免 不斷問 為何不讓入標 警員大感無奈 多次解釋 就說 我在這裏兜了三次 因為看到三次 都沒有人入標 所以現在才去執法 最後警員發出告票後就離去 有網民支持警員執法 就說 你有誠意就入了 警察兜了三次才去抓你 已經對你好好 有些人以為自己拍片才對 而且趁著拍片時 改改自己口吻 變相把道德責任 都放在警察身上 幸好有人知道真相 兩位警察也在鏡頭面前 不抗不悲地說出真相 下一則新聞 踏入4月 天氣回暖 亦是榮貴的開始 但有多個泳灘 因為救生員不足 無法開放 港九請匿員工會 在昨天表示 根據政府的憲報 現在只有18個泳灘對外開放 佔整體不足一本 當中港島區只有5個泳灘設有救生員服務 直言情況是有史以來最嚴重 主因指救生員人手嚴重不足 當中季節性的救生員 欠缺一半人手 長工亦是第一次扯不夠人 這個很奇怪 因為其實救生員有很多人想做長工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就不算辛苦 而且你都是日坐夜坐 玩手機那些 聽說這些職位 對於某些人來說 是屬於肥雞餐 只要你成功進入的話 你可以做到退休 當然 雖然你不會有任何的升職進步空間 但在說 你這一世人 只要你不貪心的話 你都可以很舒服地一直生活下去 所以對於說什麼 請不夠人這些 其實我是勾爆問號 井仔有個同學 成功做到這些 長工救生員 他本身讀書不好 是說 留過兩次 還是三次班 大家就知道是多麼嚴峻 但是自從他成功考到這個救生員之後 反而 叫做他的人工 就是他生活的舒適度 可能比起某些 成功讀到大專畢業的同學 變得更加好 我自己都是聽他說 長工好多人爭的 個個都打算做長工 但是他就說 請不夠人 是令到我勾爆頭 好了 下一單新聞 新冠疫苗開打至今日兩年 近日再有一宗疫苗保障個案 即那個基金會 批出了200萬的保障金 翻查資料 這個74歲的老翁 他在2021年11月 接種第一劑復必泰疫苗後 同日離世 初步解剖 發現他有關心病 有個案與疫苗接種有因果關係 被相關專家委員會評估為不確定 不過最後賠了200萬給他 連同上述個案 最新資料顯示 這個疫苗保障基金 在疫苗開打以來 合共為了兩宗死亡個案作出賠償 合共賠償了400萬 另外亦為456宗傷害個案作出賠償 合共賠超過1億 這方面我不評論 下一則新聞 由於香煙稅加了 所以有網站宣傳白牌煙 甚至提供試食 也有報返斥 挑戰法律 為何報返會這麼踴躍出來說 因為報返他們有牌 所以必須要買合法的香煙 所以對於這些無牌香煙 而且是因為價錢低廉 所以會搶走他們的部分生意 而令到他們為何會站出來去罵這件事 關於那些白牌煙 相信現在有很多人都會選擇這些來吃 就算以前吃開要付稅 可能現在都會選擇停而走險 就是說不可以了太貴了 算了 找些無稅的煙買下好過 博一下博一下博一下 不要緊 即是他們會有這種想法 是不出奇的 好了 下一則新聞 油麻地發生了車禍 在今天凌晨4點28分 一輛四驅車被發現 停在燈打市街近尼敦道往旺角方向 左邊車身產上行人路 差點撞向了一支交通燈 警員上前調查時發現 男司機有酒氣身上 並且拒絕合作 一男一女警員在混亂期間搜捕擦箱 由救護人員送往醫院治理 攝氏的司機由於未能通過酒精呼氣測試 及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 已經被捕了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4月1日漁人節時 一個15歲的內地少年 在昨天下午4點 在灣仔的波斯庫街 和庫明街交界等小巴期間 懷疑是因為百無了賴 所以揮動了一把15厘米長 未開封的蝴蝶刀 驚動了途人 受警報警 警員到場 根據初步調查 以涉嫌管有遺禁武器 拘捕了內地少年 他正在被扣留調查 案件交由灣仔警區刑事調查 對第二隊跟進 據了解 警員向少年問話 少年解釋 只是當蝴蝶刀是玩具 其實我會有個疑問 所有人無論你坐地鐵也好 即是在內地 你坐地鐵也好 然後你過關下來香港也好 其實你都要照顧自己的隨身行李 背囊的那些 很容易就會透過X光機 就看到你有蝴蝶刀在身 可能因為他就把蝴蝶刀放在身 就沒有放在背囊 所以就沒有被人發現 能夠順利帶來香港也未頂 好啦 下一單新聞 警方的非法藥物調查科 連續兩天 就偵破了兩宗巨額非法藥物案件 繼3月29日檢獲83.5公斤非法藥物之外 在昨天 在尖沙咀一間酒店 也檢獲了63公斤非法藥物 案中有三名青年 租用尖沙咀一間酒店 作為藥物儲存庫 透過短期租約 頻繁轉換房間 用行李箱 收藏價值 5800萬的非法藥物 三名年僅17至20歲的青年 分別涉嫌返運危險藥物 以及 租客容許署所作非法返運危險藥物用途罪 而被捕 警方相信 這個集團是由黑社會操縱 以賺錢的形式 利用年輕人挺而走險 去做這些事 下一單新聞 東九龍的交通警員 在昨天 進行打擊行動 零時15分的時候 在區內巡邏 在牛頭角觀塘道 近着福桃街對開 發現一架機動三輪車 形跡可疑 於是上前折停 最後 在這架電動三輪車的儲物箱 找到非法藥物 價值5000元 經過初步調查後 車上姓歐的39歲男司機 由於他自己未能通過快速口看液測試 代表了什麼 他是踢著東西開車 所以最後就販毒 以及踢東西開車 就被人拘捕了 下一單新聞 關於的士司機濫收車資 有內地網民在內地社交平台分享他們的經歷 就說他跟家人搭的士 原本在深圳灣 不是說錯了 在福田口岸 一行三人搭紅色的士 前往尖沙咀酒店 但是到達目的地後 原本的咪標是300元港幣 之後 同行的一佬一佑先行下車 當事主低頭找銀包的時候 看到司機就說車資是557港幣 抬頭看咪標的時候 就看到 咦 為何咪標無故貴了250多元 也有些網民就說 其實有些的士司機是這樣 他們會在咪標按幾下 錢就會升高了 他們就會說這些是過海隧道費 燃油附加費 正當事主猶疑的時候 攝氏司機就說 當前的位置就不能夠停車 催促他們就趕快付款 一急付錢之後 砰一聲他就走了 讓你好難去追究 還有就是欺負你遊客人生路不熟 另外 也有些內地網民中過招 就是在佐敦那裏乘的士 去太平山山頂 咪標原本顯示 百多元 但是 司機按完幾下 就變成四百多元港幣 總之大家乘的士的時候小心點 不過我們作為本地人的話 應該不會讓他們去湯 好了下一則新聞 警方在昨天在旺角展開反罪惡行動 搜查了19間的處所 拘捕了271名男子和185名女子 其中有人在通菜街賣色情光碟 總之亦被人抓了 另外有些是通緝犯 總之這些太多資料不說太多了 下一則新聞 又是交通意外 在今天凌晨0時19分的時候 在大埔的廣福路和南運路交界 發生了交通意外 一輛的狗巴 雙層狗巴和一輛新界的士 發生了碰撞 的士司機受傷大清醒 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不知為何 好像今個凌晨大埔很多交通意外 好了下一則新聞 黃大仙的警員在昨天晚上8點 在新蒲江展開反賭博行動 在一個工業單位內 倒破了一個懷疑非法麻雀檔 行動當中拘捕了一個40歲的本地男子 另外單位內四名的本地男子亦被人抓了 好了下一則新聞 海關除了警方努力破了兩宗大的非法藥物案外 海關亦破獲了兩宗 分別一宗由德國空運郵件 藏有藥物案件 在天水圍背包藏藥物案件中 海關檢獲了300萬非法藥物 有些人會包裝在油畫上 之後再慢慢說 在油畫中有些間隔位 放了很多一小包的藥物 不過始終都是瞞不過X光機的 海關人員發現 為何這些油畫突然之間重了那麼多呢 於是打開油畫的時候 發現原來放了餡料在裡面 努力去打擊這些事情 好了下一則新聞 中華搞了一個音樂節 警員折停了一個25歲的男子 揭發他身上擁有那些火麻人的草 市值355元 最後被人抓了 已經獲准了保釋 需要在5月上旬去到中區警署報道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下午5時 警方在天候站巡邏期間 發現了一名非華裔男子 形跡可疑 於是上前查他的身份 在他身上找到2.4克的藥物 市值2000元 這個男子情緒激動 並逃跑拒捕 警員向男子發出口頭警告 不過 然後用回礁噴霧制服他 經過初步調查後 這個31歲的巴基斯坦瑞男子 涉嫌藏有藥物及拒捕被人抓了 現證被扣留調查 下一則新聞 假冒家人被捕索款的電話騙案 逐漸猖狂 不覺有受害人收到騙徒電話後 騙徒大膽登門收錢 受害人給了4萬5千元後 才知道自己被人騙了 於是就報警 但沒想到騙徒吃過一尋味 每天再次致電受害人 警員到場埋伏 最後捉了18歲的騙徒 另一個33歲負責把風的男子 經過調查後 揭發兩個人涉及3宗電話騙案 4名女受害人年齡介乎58至88歲 涉款是58萬 下一則新聞 警方舉辦了禁讀領袖學院的啟動禮 總之說 多些是向學生傳遞不要吃藥物的訊息 這些就不說太多了 下一則新聞 馬加列醫院在昨天有一名患有認知障礙症的94歲男病人 警方已經報警了 呼籲公眾提供資料 下一則新聞 一隻大約四歲大的唐狗在上星期六二十五號暴雨期間走失 有九二公期後在網上發文找狗 昨天有途人在洪水橋附近發現這隻小狗 於是聯絡九二公 九二公一度成功把唐狗捉入籠 想不到狗籠壞了 唐狗又再次逃失 最後困在一個叫青瓦居的一處鐵欄 凍膽不得 之後消防和外協的職員接報道場拯救 將唐狗救出 由於唐狗掙扎所以搞到流血 被救出後身體不斷在陣 之後現在的唐狗由外協人員和九二公陪同的情況下 送去診所接受治療 下一則新聞 屯門山景村單位起火 在昨天早上九點五十一分 警方接獲報案 在高層單位起火 於是用了一條喉和一隊煙霧隊灌救 當時單位沒有人 消防破門進入 迅速把火救息 初步調查 懷疑有人搬燒東西 所以導致這樣 下一則新聞 在上星期五二十四日在九龍城發生劫案 一個駕駛的士被男乘客突然兩刀指嚇 然後司機即時殺車 然後被尾駛的一輛的士撞到 最後的賊打劫不成功 最後警方透過翻查大兩閉路電視 最後警方透過翻查大兩閉路電視 就終於鎖定到這個疑犯 在三十一號的時候 在關堂拘捕了一個四十四歲的無業男子 相信他是因為財政壓力而犯案的 暫時未有證據顯示他和其他劫案有關 下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挺噁心的 在昨天晚上9時52分 一個24歲的男子報案說 在港鐵尖東站如刺期間 被另一名男子以手提電話偷拍 經過初步調查抓了32歲的男子 即是男人影男人 老實說我完全無法接受 下一則新聞 昨天傍晚 屯門公路出現了嚴重失車事件 下午5時 一輛七人車因為前輪脫了 停泊在紅橋近新和里遊樂場 一段往屯門方向的屯門公路 最後令到那條線的行車路需要暫時封閉 有當區的居民在附近的巴士站發現了一個車輪 懷疑是攝氏的車輪所甩出來的 由於有車甩車輪停在那條線上 所以導致現場的交通相當之擠失 甚至擠失去到團公的轉車站 下一則新聞 在28日晚上 在青衣長康村 一個行動不變的老翁 發現他擺放在門外的電動輪椅 不結而非 懷疑被人偷了 於是報警求助 青衣警員經過多日追查 和回看閉路電視 鎖定了一個涉案人士 以及揭發了這個疑犯 懷疑和上一個月在長康村商場 偷取一個夫婦用來擺放嬰兒的手推車財物有關 在昨天下午4時 警員在長康村的看場樓 以盜竊罪拘捕了一個40歲的男子 他報稱無業 有多次盜竊罪的案底 他已經被帶走扣查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的早上10時14分 一個姓蘇的67歲男子 在大埔街頭 遇到一名女子去兜搭 和對方上到一個劏房單位短聚的時候 他寫就寫短聚 但大家應該知道什麼事了 其後發現身上一條 一萬八千元的金鏈不營而非 懷疑被一個女人偷了 當面對質 但查看女子個人物品後無所獲後 於是致電報警 執法人員到場後 這個女子已經離開了 案件列作為盜竊案處理 並且正在追查這名女子的身份 大家要小心點 街上的流氧 似乎除了提供服務之外 現在是多了搶、偷、騙、騙 基本上什麼都有 所以這方面大家要小心點 現在香港的騙案 搶東西越來越多 說都說不完 最後一宗新聞 在灣仔近日出現了喬神 有市民在3月31號 晚上開車沿著告示 打道往過海隧道方向行駛 駛到中環廣場附近路段的時候 在車前發現一名新穿全套白色西裝禮服的男子 手上拖著一個行李行駛 在馬路上慢行 手上持有電話保持通話 其後這個市民將一段車鏡片段放上社交平台分享 由於片中的男子純白色打扮 跟周星馳的電影《國產007》相當相似 所以有很多網民留言說 九成是喬神的喬神壞了 有網民在笑說 究竟他去哪裡呢? 因為他再走就走到洪水 估計他是不是愚蠢地想著自己走上洪水 有些人就笑他在馬路上自由行 有些人就笑他走路上廣州這樣 其實拍片的那個司機 看到他這樣 是要特意拿車扭軚才繞過他繼續走 因為他自己又不自覺 又不是走在旁邊 總之走在會阻止司機開車的馬路位置 一路趕電話一路拖著行李行 我自己也有理由相信 應該是來自國內的同胞 可能不是那麼熟悉一些交通狀況 永遠都是覺得 我連著那條馬路去走就永遠沒有走雞了 可能是這種狀況都未定 今天的神早新聞就來到這裡 今天跟昨天一樣都是比較小新聞 所以昨天那段影片 昨天令到我有點失望 我以為張國榮那段影片應該會 就是說 不會覺得他是爆紅影片來的 但正常都不會得那麼少觀看數 搞到 哎呀 心寒了一寒 還有 昨天第三段影片 就看到 有很多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就知道誰是猴子 希望大家可以盡量身邊的力量 就呼籲一下身邊的朋友 不要看那麼多猴子 因為看得多的話 我不是說一定要看我 但是看得多 搞到他人痴痴呆呆 又或者搞到他人 變得自私自利 正常人都不需要這樣的朋友 對不對 如果你有朋友 是很喜歡聽猴子 那你看一下 可不可以帶他逃離苦海 如果逃離不了的話 你自己想想 對於一些可能極端蠢 又或者極端自私 又或者是黃的朋友 那究竟還需不需要 繼續保留這段友誼呢 即不是說勸你們離間感情 而是說 一個不好的人做你朋友 可能將來遲些 都有機會害你一鋪都不頂 即是 我不是危言聳聽 這些 你細心想一下 就會發覺我講得有道理 好啦 那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那我們就待會再見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星期日 好啦 就這樣吧 拜拜